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家工作导致的 好累每天都 不仅每天很累 每天还特别饿 一日吃四顿那种 我是我去年年会上抽了一个体重秤 而我一直没有管它 因为我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体重就一直就是直线上升 我之前一直是保持在一百里八斤 后来就一步穿到一百里八斤 没事 就是我并不想提供我的身体 我也是 然后就一直穿到一百一十六斤 或一百一十八你知道吧 后来我前两天我在家 我说这到底什么情况 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年会那个礼物 拿出来装上电池一撑 我又回到了疫情前的体重 但是我觉得身体不是特别好 在于我刚刚去楼下给我们家猫 给它端那个猫纱加上猫粮 然后可能也带了就是N95的口罩嘛 可能拿着重物上来之后 觉得人比较累 第一可能那个补照呢 确实比较正宗 就是你的肺活量是跟不上的 第二会觉得人好像爬楼没有以前利索了 整个人就非常疲惫 没有以前那么感觉就是身强体重的那种感觉 就机能下降体重也下降 这一期其实要聊的一个话题 就是为什么大家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 为什么会想得了这个话题呢 就确实是从我们几个被关了快一个月开始 从放弃身材体重开始 到放弃自己的容貌 真的 乳猫是我第一个放弃的 自从不用出门上班以后 我现在不用认真串头发认真化妆 这画眉毛 而且我前几天还给你们俩发了 就是我的那个很丑的那种素颜照 两个发的巨大无比的那个红痘痘 要换在以前出门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定会用那个遮瑕膏 先把它就是涂一下 再上几层隔离霜 再上粉底液 就是整个把它盖住 现在就爱谁谁吧 就这样吧 反正也不出门 而且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工作的 每天的起居是非常有规律的 不规 然后对 然后你上班的时候 其实化妆品 粉底液 其实对皮肤没有那么伤害那么大 只要你选择正确的护肤方式 它其实是保护你的 你家没事你就照镜子 这不行 那不行 就开始冬 涂一点 细涂一点 有时候护肤有一个准则 就是少折腾它 其实更好 在外面一层粉底液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帮你 在阻止你去手去抠的 或者多抹一点 吸抹一点 那完了 我是一类 我在家完全不照镜子 我拒绝看不化妆 你真是放弃治疗 但很有意思 我卫生间就是有一面镜子 我是觉得那个镜子 我照出来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妈对那个镜子就生痛欲绝 每次过来住的时候 她要洗脸护肤 她就把我们家灯关了 不想看那个镜子里的自己 仿佛一个预言 就是你的那个镜子 是那种就是照上去 会把人变瘦的那种吗 就像很多那种服装店 你没发现吗 我知道去那个服装店 它就会把镜子是 人显得特别的瘦 然后腿特别长 脸也是那种尖脸 所以你们家镜子是正常的吗 我们家没有全身镜 然后就是化妆镜 到底能把人照漂亮 还是照丑这个事 我跟我妈已经产生了一个分歧 我妈是觉得那个镜子 把它照丑了 我觉得那个镜子照得我还行 所以没有别的参照物 我老公是基本上 对于镜子也无所谓那种 发现了 就是长得好看的人 其实越来越对 这个自己的一个镜子 不太在意 比如说你妈妈 还有你老公 我不是 我纯粹就放弃治疗了 我觉得但是其实你看啊 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小时 小时的时候 我觉得很老吧 我以为这里是三个八十岁老太太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在我们的小时候 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 就是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美这件事情特别在意了 我是一直觉得说 我不够好看 是阻挡我成为一个成功人 事实上 盘腾的一个绊脚石 我就无数次的幻想过 如果我是个大美人 比如王祖贤啊之类的 我的人生肯定会 对 easy一点 但妈妈 你肯定随着你成长 也知道 人生它不是一个简单 这种累积的家法嘛 我经常开玩笑说 如果我长得像谁谁那么好看 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努力工作了 然后我同事就会说 嗯不会的 我看了你的八字 你就是个工作狂 跑不了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 在澳门参加一个电影节 都真的看到很多大明星嘛 包括像SHE和他们 包括那个张子怡他们 真的非常美 还有一些没有红的一些小明星 或者甚至是一些 38线的小明星 仍然调很顺 那时候就觉得 已经深深感受到自己 真的是各种条件太一般了 嗯 所以其实因为觉得 离这种大美人太远了 所以就放弃治疗了吗 对对 就是只能跟自己不同时期 我比我18岁的时候好看一点 或者比2岁的时候好看一点 人最终只能跟自己比 我是从上去觉得自己不好看 而且长大了以后认清了自己不好看以后 就放弃了折腾 折腾我一直没有放弃 不 我就觉得想起来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就是小时候就相信我们家小朋友 一个4岁的小朋友 前几天她姐姐在那里开一个钢琴的音乐会 然后由此特别给他们一番打扮 小朋友就给打了那个腮红 涂了眼影还涂了口红 就觉得特为美 小朋友一年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然后妹妹呢也不用上台表演 但是呢她就一定要跟姐姐一样 涂口红打腮红 然后涂眼影 然后每天我的化妆台就被他们给霸占 就是对所有的这种化妆品都特别的好奇 后来姐姐在线上开始也弹钢琴了 妹妹从头到尾就没有看姐姐的表演 妹妹从头到尾在看自己是吗 就一直拿着一面镜子 一直在那里照 一直照 照着上号 而且摆出各种各样的pose 最后还过来忍不住问我 妈妈 你觉得我美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美死了 我挺想问一个问题的 就是小朋友这种反应 基本上不论从第二性 还是各方面都会说 女性是从小被塑造的吗 难道说如果把小朋友 如果从小不给她这方面一些引导 就给她这种 不论是受惠还是母亲自己 告诉她女性的粉色啊 或者说化妆啊 这块的塑造 她会这方面会好一些吗 还是说真的是天性啊 我觉得蛮困惑的 我觉得应该是分人的 就是有人可能 就从小会不在意 但是有人可能 你不引导她 她也会很臭美 因为有个老师也是说 因为她也很女性主义 她从小就训练她女儿 就是刻意地去让她 男子汉一点 或者让她学一些 无性别的东西 但是她女儿往往就是在 一堆这种各种各样的玩具中 选择了芭比娃娃 在一堆花式花样的朋友 选择了粉色 她说这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很绝望啊 难道这真的是天性吗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她自己的本身的人的差异 在那里的 对 但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啊 听说爱美是人的天性 有些是女人的天性 觉得还是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与她为例 在她们身上过程当中 我不是说都只给她们看公主 就是看爱珊娜什么的 我也给她们看小狗亡亡队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故事 或者是小猪佩奇啊 这种没有无性别的 或者是更硬汉一点的那种 变形金刚什么也给她看 但是小女生 她就会自动把什么 关于奥特曼啊 关于变形金刚啊 这种东西自动的就过滤掉 她只选择她喜欢看的那一部分 冒着粉红泡泡的 然后打扮美丽的那一部分的东西 包括最近她们迷上了一个 很神奇的国产的动画片 叫做叶罗莉 哎呦我吃了那个 你知道吗 我同事的女儿 她们有一个自己的圈子 对于这个IP 就那种狂热 她已经形成了一个壁垒和社群 对 我不肯理解 但是这里面非常重要的符号就是 这些公主每个人都穿得超级美 就是女生所希望的所有的美的元素 都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公主身上都有投射 你可以有这个暗黑系的这种公主裙 也可以有粉红色的公主裙 还有高跟鞋 有什么都有 然后这些小女孩 我都没有让她们看过这种片子 就自动就偶然发现了她们就不可自拔 然后而且看那种什么白水公主那个故事 她们也没有说毒皇后好还是不好 她们过家家的那个项目里面 永远就是拿着那个镜子照自己 摩镜摩镜你觉得我好看吗 每天的戏码就是摩镜摩镜 你觉得我是最美的吗 而且还自问自答 是的 我觉得你是的 我同事他们家是个儿子 她老婆就是蛮漂亮的 也很会导致自己 有一天她就忧心忠忠地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她儿子拿着她老婆的化妆品 在镜子里开始抹 然后问镜子说 磨镜磨镜 你觉得我美吗 她说你怎么办呢 说明她儿子的这个整个性别的 还没有开化 就是可能还处在一个认知的一个风化期 太好笑 对 我说没事 我说你把视频留着 等二年之后 你再给你儿子看 我说应该蛮有意思的 但还没有意识的 一些性别意识吧 再者就算对吧 又能怎样呢 她想一想 好像也是 反正她也在自己安慰自己 对 你不知道吗 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新闻 还是一个视频的帖子 就是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爸爸 一个小男生 穿裙子吧 对 他穿裙子 去那个 去幼儿园吗 对 然后他爸爸就很鼓励他 说你 那你喜欢的话 你就去吧 因此在网上掀起了很大的讨论嘛 但是从父亲的角度来讲 那我觉得我就 孩子喜欢什么 我尊重他的天性 那他如果他真的就是 同志的话 我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倾向 我觉得这个父亲的这种做法 我是挺给他鼓掌的 对 就我会觉得说让孩子感受到 你可能被误解 或者成为某种被边缘 或者被偏见的群体的时候 可能你会摄身处理的去感受到 然后你自己在别的环境里 你可能会抱有更大的一些包容和理解吧 你不会说把这种跟你言行不一样的人 就会成为异类啊 去攻击他 这种我觉得摄身处理的感受还蛮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回到说对美这件事情开始在意了 我觉得我还是小女士的时候 当然就像你刚才讲的 会对一些粉色的东西 高跟鞋和口红会好奇 但是真正的对美开在意可能是 初高中交接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对暗恋的小哥哥了 你就会经过他的什么窗前 或者是经过他作为的时候 你就会很在意就是他看不看你 或者他眼中的你是不是好看的 你就会特别在意自己的这种外表吧 我觉得是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一个什么 可临可立的牌子特别火 就是大家长痘了都去买那个玩儿鞋 什么鞋面鞋对吧 我在学校里面 学校是要求是把头发一样扎起来的嘛 但我坚持认为我的披肩长发很好看 对那个时候真的很喜欢就是抵抗学校各种命令 就如何把校服穿得更好看一点 就是裙子怎么样拉一拉 然后那个如果要穿很丑的校服的时候 怎么样就是搭配尽量好看一点 那个时候就花这种心思 头上要憋什么样的发卡 就每天想着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有时候现在看自己以前的照片 像废主流一样 我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小时候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性格也有关系 就会比较内向的时候啊 我就老驼背 然后就老不自信 然后我就驼了很多年的背 然后就每次都要被家里人捶背 就说你怎么又不能够 昂首挺胸的走路 或者好好坐着 就说你驼背驼习惯了嘛 其实你驼背就很大程度上 其实你对自己的身材啊 容貌啊 其实都不自信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就不自觉想在人群里把你藏起来 尤其是那个时候还发育胸部嘛 然后你又会很自卑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奇怪 真的那个时候性发育的时候 大家根本就不是什么很正面的反应 大家的反应都是 好恐怖 我要穿内衣了 然后我能不能拖着背 把我的身藏起来 他就把我笑 我也拖背 我是因为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脸长痘痘嘛 然后就特别不愿意跟别人 进行一些衍生的交流 也不想让别人来看见我 所以就会长期的拖背 还挺心酸的 对的 就是 对不起 我要引戴老师的例子 就是我觉得戴老师 是那种北方人人高满蛋嘛 然后也讲过 他说他在30岁以前 他都是极度地对自己的身材 让毛都不太自信 因为大家就是一个女人 长这么高 这么魁梧 就很不女人嘛 就是不是那种 传统意义上的女性 就是他也会受此而困扰 我就一直以为就是说 他可能以前也就是 很受这个困扰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上 有一段戴老师年轻时候的样子 就是好漂亮啊 就是我当时就想 他年轻这么漂亮 都要受到这种困扰 天呐 这是为什么 大家成长过程中 都要受到这种困扰 张伴玉也是 我看过他的一个人采访 他说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好看 可能也是到30岁以后 他觉得自己可能 第一是觉得自己长开了 第二是觉得这方面 跟自己和解了 就是连张伴玉 都会觉得自己不好看 就这个蛮有意思的 别人眼中的你 和你自己眼中的你 好像是有很大的这个偏差的 就是不一样的 我就记得除了那种 胸大的女生 很容易驼背之外 还有那种身高很高的小女生 也是这样子的 他其实在班上就是身材很好啊 长得也很好看 但是你就看他一种 很自卑的样子 因为他觉得比班上的同学都高出了一大截 而且老师就会自动地让他去最后一排坐嘛 他又透成了那种不自信 但你现在来看 当年的他是那么美 就像你看的戴老师那样的 但是在当下他会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高呢 怎么会长成跟别的同学那么不一样 这种女生就容易被孤立 就是一种自我的PUA 是真的 好像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对不对 就在尤其是高中阶段 大学可能就没有这种状况了 可能慢慢慢慢就好了吧 就是你如果你的自信没有往里建立在容貌上 你可能会在别的地方去寻找这种自信 去缓解这种自己在容貌上的焦虑感 我为此自学成才 一度成为一个神婆 神婆 真的我有趣 我不是说卖货或者说这些品牌的案例 就是我真的是去研究 比如说应该吃什么样的成分 大家都是人 为什么有人长年轻下来 像你不都是一样的成分吗 就是还有类似于厂家 包括不同的成分有些是缓释技术 有些是非缓释技术 对成分带来的影响 人到中年了 诶 痘痘又出来了 难道是 我又开 我又人生店 我觉得一篮姐 你如果现在有点冒斗 应该都不是激素问题了 就是基本上 都不是青春痘 可能还是因为最近 饮食各方面不规律 导致的那个 就是油脂分泌的问题 还是以清洁为主 对 青春期的时候 长痘痘 第一是因为女孩子嘛 有时候激素的问题 第二可能 青春期的时候 整体抑郁的情况也比较重 就会加速 加重它的一个严重程度吧 第三 还是护理的方式不对 那其实长青春痘 这种东西 长搓疮这种东西 还是要去正规的医院看的 那当时我们 其实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 大家各方面 觉得去医院是一件 作为底牌一样 大家轻易不会去医院 尤其是看脸这个事 所以就会什么贴面膜 或自己买一些 神神奇奇的药物 甚至是希望它迅速地 烧下去 去一些 含有一些激素性的东西 我基本上全都尝试过 然后导致就是说 去保护去美容院 去清痘 结果各方面的消毒 各方面没有做到位 导致就是 可能你觉得它是消下去了 但是它一有不舍 它就会全冒出来 甚至比之前的更加严重 如果用激素也是 还好我在激素这个问题上 没有摔过什么跟头 但是我看了大量的案例 激素这个问题导致 你用它就好 你不用它 它就迅速地发起来 同时你的皮肤会越来越薄 就成为把你变成了一个敏感肌 就是风一吹 就会变得特别的红 然后用到任何 稍微刺激一点的成分 它就会全是长红疹子 所以我长痘痘或长橙疮 这个还是要去医院 去看一些靠谱的医生 而且可能你看一两次 碰不到特别好的医生 但是要坚持不懈地去 找不同的医院 去看不同的医生 然后去总结哪一个 对你是最好的 比如我也吃过中药 但后来发现中药 对我没有什么用 我只能说对我没什么用 除了帮我清肠子之外 是没有啥用的 中药面膜对我也没啥用 就那个粉状的东西 很容易造成你的伤口的感染 它不好清洗 它粉很容易就是被什么 污染之类的 反正这块中药 我基本上是属于躺平状 没有太大的用处了 然后吸药层面呢 基本上中国的医生会问你一下 比如你大概多大了 需不需要怀孕 他会推荐你吃一个叫 EVA酸的这样的一个药品 那EVA酸是干嘛的 它本上是调节你的油脂腺分泌 帮助你抑制出油的 吃这个药是需要去处方药 而它根据你的体重为技术 比较瘦的人可能一天吃一粒 反正就是根据体重来控制 你每天的摄入 因为你吃不够量 达到不了效果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阵痛期 阵痛期表示 就是你脸上会发 第二是你会非常干 非常严重极端的话 整个嘴就干烂掉的那种感觉 第三就是它有些人 会有一些抑郁的一些反应 网上你会看到有些人 把每天吃药的那个反应 就是写成日记 但是如果说也有很多 非常就是好的正面反馈 就是吃完之后脸就是像 鸡蛋壳一样薄出来了 但这时候你可能还要去跟医生 再谈要不要吃第二个疗程 也有一些反应的一些问题 对 这个属于一般到节节状啊 或者是但是特别严重的时候 医生才会推荐你吃一杯A酸 因为它是溶脂的 所以一些女性 比如说要怀孕了 她可能有一定的治疾率 所以这个医生会跟你 好好地去谈一下这个问题 还有一种比较抗生素类的 像吃米诺还素 它也是抗生素的一种 也是帮你消炎的 但这个药我也吃过 它也有疗程 这方面那些限制 比如我记得是三合一个疗程 还是六合一个疗程 因为我很久不吃了忘了 但这个药就是 它会帮你消炎 那种脸 那种大的浓包痘痘 这时候要吃这个 但它对我有个反应就是 它会让我脱向 我有跟一些医生反馈过 他说可能这种药 如果你比如你的肝反应不好 或者它对你的内脏反应 比较大的话 你可能会第三个天 就整个人叙吐了 非常没有劲 你感觉整个人就是 像那个达利的一个话一样 就是容量的感觉一样 我从来没有想到 还可以用这个角度来 形容达利的话 对对对 但是把自己拉拔高了呢 怎么回事 对anyway就是 痘痘这种东西 就是不要脱 因为早期的时候好治 而且脱得越久 它对你的皮肤的这个土壤伤害很大 你就很容易留下痘坑 痘印 然后黑色的痘印 以及这种疤痕性的东西 那后面这个问题 脸上一旦出现痘坑这个问题 那就不是抹东西 或者什么擦东西 能够长出来的了 那就一定要使用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二氧化碳点阵和飞缩 这种医美技术了 这也是正规 森甲医院都会采取的措施 也不是我在这宣传医美啊 它最终也是一个 先破后利这个过程 刺激的胶原蛋白重生 这个就非常疼了 就是而且它有很长的恢复期 基本上是结疤 然后一个月之后 慢慢的结疤掉 六个月之后慢慢才会涨 而且这一类的医美技术 不去个十四八次 不想它有什么特别的 勉强的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事情在于说 女性啊 如果你的痘痘集中在你的下巴 或者你的整个淋巴这一块的话 我建议你去查一下 你的激素三项 基本上这个时候 可能会和你的月经 会和你的雌激素有大的问题 像女性很多时候 立架之前在长痘痘 所以如果是集中在你的下巴的话 基本上是和激素啊 和那分泌是跑不了的 但其他的什么 左边什么跟肝 右边跟肺 那事儿我不予置评 但下巴这一块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你刚刚说的这些 你自己都尝试过吗 都尝试过 我天哪 我也是 倒吸了一口粮心 不是 你知道吗 首先你说的很多药名 我都写都写不出来 其次我听完以后 那我太羡慕你了 我觉得你真的好心酸 这个真的好辛苦啊 这个苦吃了很痛的 对 包括现在我就是 一旦出差 我的天 我的包里 半箱子都是护肤品 你要用水洋酸 用人耳酸 去及时疏通你的毛孔 清洁面膜 经常和人交流 特别热心 希望别人把自己的痘痘 消灭在萌芽期 不要走我的老路 那边就是这样 也会去研究一些 日常的帮助体内消炎的 这种保养品啊 这种东西啊 反正就是自学成才 我跟你说 我想问 就是说 其实这种西药类 尤其是你吃很多的 某某酸 是不是得是一个 比较长周期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本质上 是刻在你基因里的 有些东西 比如说你是个油脂皮肤 你是个干皮肤 你很难靠护肤品 去改变它的状态 对 你如果吃药来调 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药停了 就会反弹的一个过程 就其实是很漫长的 这个改变过程 甚至于你到30多岁 你还是要去长期的 定时的去补一些这种药 去维持它到一个 你想要的平衡状态嘛 是这样的吗 我基本上不太吃药了 像刚才提到了 EVA酸 包括明朗黄素 基本上不吃的 只是靠护肤手段 比如基本上我不太熬夜 甜的东西 我已经很多年戒掉了 然后像油炸类的食物 基本上是不碰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极端到 我连米饭 或者说精细的面食 面包 饼干 我是完全不敢吃的 这提供到一个 叫剂脂的问题 就是它引起你的血糖反应 就是特别有全脂牛奶 就限制它的摄入 这个剂脂的东西就是说 它让你的血糖反应一高之后 你就会特别容易 你的油脂线就开始分泌 所以说饮食的搭配 你的作息搭配 这一块是 严格长期的约束着你 让你不敢轻易越来越一步 天哪 那你还跟着我们一起去吃辣的 天天吃 我现在好多了 吃这么花 对 这事就是说 其实辣的东西还好 但是 比如特别有的 我是那种对吃甜的反应特别大 我前两周 有一次 疫情也很烦嘛 我吃了几块冰淇淋 然后呢 立竿见影 但古树火锅还好 立竿见影是什么 发痘了吗 发痘 就开始发痘 哦 就是你在说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们家阿秋 天生励志 我都能想象 他嘴角里面 不是的一丝不屑 知道吗 我没有不屑不屑 我整个就是震惊 你知道吗 我上次全程都是口罩开 然后倒戏一口凉气 就算是这样的 就是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我们叫阿秋 他的作息 是被我和敏捷两个严重鄙视的 就是那种凌晨一两点都不睡觉的人 然后但是他的那个皮肤 就是是我们三个当中最好的 那个皮肤是丝滑 就像剥剥那个的鸡蛋壳一样 然后他真的完全不太去 care他自己的什么护肤 他也没有心酸的抗斗屎 他也真的生活作息太不规律 被我们俩一度比试 然后他既然皮肤是最好的 真的是很气 对 就是我唯一剩下的优点 阿秋就是那种 比如你买一个护肤品或者化妆品 你觉得怎么磨起来 跟电视上不太一样呢 人在磨在阿秋脸上 就知道是你的问题 不不不 你知道是这个东西 他没有用 不是 粉体液这种东西 就是一样的 就是我老公皮肤也很好 然后我就无数的实验之后 发觉这不是产品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产品其实没有那么大功效 他一定要用在皮肤好 现在有这么大功效是吗 不 但是我觉得还有 就是跟空气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真的 我有一年去那个德国 当时我买了一个同样的一款产品 忘了 反正是一个小黑瓶 我在德国用的那一个星期 就晚上涂完了之后 早上起来 这整个脸像泡在了一个水里面一样 特别的水润 哇塞 我是觉得那个 简直这个产品简直神了 特别好 然后同样的产品 我把它带回国 涂了一个星期之后 毛反应都没有 对吧 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干到不行 我是有段时间在韩国待着 就在釜山那边 靠海 离着海边就是北方 但我在北京皮肤没有那么好 但我在韩国待的那段时间 我皮肤就好到不好 我也没做什么护理之类的 那我就感觉到整个皮肤那种 就可能也跟地狱 或者跟你的水涂有关系 把我逼掉吗 会不会有人骂我 好害怕 你当时你的那个痘痘 发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你会 在我们俩看来是 还蛮极端的呢 各种方式都是了 你当时那个痘痘是很可怕吗 是到什么程度 就是 你们俩没见过我素颜 这个事比较烦 就是 下次要不然你下次 素颜一次跟我们看看 算了还是不要了 你包裹这么重的吗 容貌教练包裹这么重的吗 秉杰 对你俩不尊重主要是 秉杰我们既然都是不能素颜 向前的朋友 那真的是 不算真朋友了 我们怎么回事 你下次必须要 素颜一次跟我们看看 才能体现出来是真朋友 大学的时候吧 最严重 它是 一块是吗 对 它是结结了 囊肿那种感觉了 这个你们细上 所以说是看到很多案例 很严重 就脸颊这块 哦 就我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我的皮肤也是很油的那种 额头上剩的特别多 有一小段时间吧 我有点蛮焦虑的 觉得那个额头 简直是 只能拿刘海来盖住 我就记得我就涂了一个什么 当时有个很流行的品牌 叫什么珊达腊什么的 那个 啊 我知道 我就涂了下那个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后来我就放弃了 对对 痘痘最严重的时候 去医院或者去一些脊痘嘛 就是医生护士也特别狠 他也见过这种场面了 你就是再哭再叫 他也无所谓 就仍然就是面无表情的 拿那个针给你脸上戳 痛的真的是 旁边有人痛晕过去了 嗯 整个医院那个叫声 就是杀猪一般的叫声 我就一边清理痘 一边在那眼泪在那掉 那感觉真的是 嗯 我小时候一直很会 不是小时候 从小到大 就因为我是单眼皮 而自卑 然后还为自己 鼻子也不够挺 而自卑 还为自己的脸 也不好看 自卑 但是我一想到 动刀子是多么痛的一件事情 我就告退了 对 我就想说画画照就算了 对的 我小时候特别怕打针 就小时候童年阴影 我爸爸特别宠我 就是给我吃很多 就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就会跟我吃到 吐了的那种感觉 以至于我就是小时候 经常去医院打针 所以我很怕 就是哪怕不是大的那种 动脸部的手术 你割双眼皮 你总得也要打那个麻药吧 我就想着那个 浑身你都不能动弹了 然后又还挨一刀 我就觉得我走不上 去整容的这个路 就放过自己 我啥都不怕 你真的是牺牲很大 这个我很敬佩你 你知道去年还是前年 我咨询过敏捷 就是说 割个双眼皮会怎么样 然后他们告诉我 恢复期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其实最恐怖 最吓退我的是 就我们不是封城了吗 然后有一天说 有个女孩 她做完双眼皮手术 封城了 然后那个双眼皮手术 不是要拆线吗 然后医生跟她说 要不你自己拆 女孩说 我自己怎么拆啊 然后那个医生 来到他们小区门口 搁着栏杆 就把脸递过去 给她拆一下 我看那个小姐就告退 再次告辞 这个手术我不敢做 没有胆 这样 我认识在上海 就很有名的 医美这一块的一些 就是大老板 我们有时候 我记得朋友之前聊天 他就后来说 你真的很懂 要不要来我们这做品牌 我说不 我们之前有做过那个 就是一个美容品牌 一个互联网品牌的老板 我也不点名是谁了 就一个男的 他也蛮拼的 他为了给他们这个平台 就是做背书 他自己是整容 做了很多次 我也整的 对的 我那个老板也是 他就向用户表示嘛 就是 对对对 他会给一具实验产品 对对 而且他还不是使用 他是 只要他们公司 能做的项目 动刀的 还是说任何的皮肤护的类的 他都会上去 他亲身体验 我还研究过什么 类似于身体如何抗炎 就是内服这种东西嘛 像比如说 鱼油这一类的产品 其实中国人的很多 是销量最大的 它其实 是能够帮助你补充 就是好的 不饱和这种酸 能够帮助体内抗炎 包括一些高血压这方面 包括内脏脂肪啊 这一块 它是有正面的一些 好的作用的 但是其实像这一类的广告 澳洲的一些牌子 全都涌在中国 像GNC这种啊 每天 大家看到很多广告 但如何辨别 为此我都去 真正的从成分的角度 去学习 但我先说前面就是说 鱼油它有一些禁忌啊 比如说 它凝血功能异常的人 或者你同时在服用 抗凝血药的一些患者啊 是鱼油 是一个双刃剑 但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干燥 像我妈妈 她是比较干燥的皮肤嘛 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皮屑 就是非常干 或者说喜欢炒菜 或者喜欢吃一些 煎炸食物的时候 其实你体内的就是 所谓的叫Omega369 你的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 这一类的是 比较多的情况下 可以去吃一些 好一点的鱼油 但是什么叫 好一点的鱼油呢 就大概跟大家也聊一下 完全没有任何案例产品啊 就是从产品角度来讲 对 就是鱼油里面 其实最好的东西 鱼油是什么 就是提取鱼 就是深海鱼类的一个脂肪嘛 它其实有两种脂肪酸 就Omega3的脂肪酸为主 一个叫EPA 一个叫DHA 这两个 大家估计在各种场合的 什么广告啊 什么卵文里面都见过 对 其实DHA和EPA 只在鱼类和藻类中存在 但是如果你平常也很少吃这种 深海鱼类 或者一些就是藻类的东西 也不太吃一些 富含Omega3 ALA 亚麻酸的这种食物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缺乏 这一类的脂肪酸 但是当你拿到一个鱼油的时候 怎么来判别呢 首先你看它背后有一个 Supplements Facts 它后面有个Total Fat 你观察这个数据 有很多数据你都不用看 你就看它Total Fat 打比方 它是一个2.0克 基本上一个鱼油胶囊 现在市面上这种比较多了 你再去往下看 它基本上会告诉一个 EPA含量和DHA含量 你就用这两者相加 比如说它加起来是1100毫克 然后你再除以Total Fat 两克也就是2000毫克 除出来那个分数 我刚才说到就是 650加450这种 是1100毫克 除以Total Fat 2000毫克 它就55%了嘛 大部分 大于30%的 这个含量的鱼油 它都是比较优质的鱼油 如果说价格各方面 你觉得OK的话 我觉得这一类的鱼油 是可以吃的 有很多比较 我就不点名了 一些中国人都知道的品牌 它就卡在百分之30 它的价格也很高 我觉得你可以再去寻觅一些 这一类的优质脂肪酸 含量更高的一些鱼油 性价比其实会更高 怎么样 我傻了 我拿出两个 我也是 目睹口哒 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 养生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向敏捷留言 我们俩会成功 恭喜配宝文 不要 那在我这都是入门级别的 我都不屑于聊 我跟你说 对的 朋友们 你们如果有任何的 养生医美抗斗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 抠一下敏捷 它一定会上线给你们耐心解答的 我还甚至特别不要脸的去研究过 但这个东西我也不最多吧 是有一次我跟一个 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传说 它现在叫长生不老药 我确实 我还是不信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但有一次 那个药其实特别贵 就是 而且听说沙特那边 王储吃的是两万块钱一瓶 那边 还会放金子那种 我走了 有一次我跟一个 非常有钱的一个 一代 瞎聊 我就说 钱一旦 遇到一定程度 自己就像青蛇黄烟 就像自己能够活得久一点 我说你最近有什么 想法和一些探索吗 他说 我最近吃一种药 我觉得还不错 让我睡眠很好 我早上起来 能够听见我家窗户门口 那个树叶摇摆声音 我说难道你在吃 他说 嗯 是的 然后我说 这也不知道 到底是吃一种还是怎么的 有人给我推荐 对 是这样的 就是 跟你讲 有一个朋友 是我的前同事 我们大概有三年没有联系 我们之前是同事的时候呢 也关系也是比较正常 也没有很热络 突然有一天 大概是有一天 我刚刚睡醒 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我就看到他说 老师 我就震惊了 因为他这辈子就没叫过我 老师 然后他说 我给你推一款药 你不是脱发吗 这个对长头发特别有作用 然后还给我看前后对比图 然后就把这个药的链接发给我 我一看 好贵啊 然后我就劝退了 然后我又出于礼貌 也跟他聊几句 我说 所以是什么药呢 你真的吃了吗 你没有拿推销吗 你为什么会跟我突然这样 这个他我觉得真的有 又不如不如我输了一堆 然后我看了以后 我就稍微查了一下这个 前前后查完了 说 好的 我知道了 我走了 但是 是一种成分 就是很多的品牌都在做 都号称自己拿到的是最精纯的 最好的 然后它的作用 我觉得也有点神乎其神了 我听到 不止说能够帮你长头发 能帮助你睡眠 能够让你精神焕发 能够延年益寿 能够帮助你提高 什么新生活质量的 我以前就感觉 所在之处 寸草 我真的就是感觉 真的是 我才所向 所向披靡啊 不可能吧 我感觉 这肯定不可能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也问过 我做生物投资 这一块朋友 他是 不太推荐 这一块的吧 但大家 这个我们就只能探讨 也不是专业的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原来跟那个 中科院的一些老师 其实真的中科院 有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东西 他研究的不是 长生不老 他研究的是 人为什么会衰老 以及如何去延缓衰老 因为大家都在讲 人类以后 极限寿命 可以达到120岁嘛 那么如何活到 这个极限寿命 大家就在研究这个课题 跟我们讲的一个 当然是说 其实这个也有报道的 不是任何的药啊 就是说 从科学角度来说 你想活得长寿且健康 你一定不是说 你回到一个 深山野林去英居 而是你一定要活在大城市 有充足的医疗资源 和好的环境 你才有可能说 活得比一般的人要健康 这是一个比较 违背我们尝试的东西 但是仔细一想 就情理之中 还有一块是说 抗糖确实是对的 不是叫抗糖 那个叫少摄入糖 就是糖这个东西 你摄入多了之后 你的胰岛素通路什么的 是对你的衰老 极其有作用呢 由这个推论到说 现在 他当时给了个结论 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 美国这边的几大杂志 确实刊增了 这个东西的进展 一个叫二甲上归的东西 二甲上归是一个 极其便宜的药 这个药是用来干什么 治糖尿病 他们发现了 这个治糖尿病的药 它有一个 所谓的副作用 也不是真正对人你有害 就是有一个 间接的作用 就是说 它能延缓你衰老 因为它会帮助你去 整个的糖的消化更好 帮助你去 整个离子和通路上的 一个舒缓 所以我觉得 这个确实人类的技术 在往这个上面进步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活得 更健康更长的时候 确实是适量摄入糖色和碳水 就是比较好的 对 不过女孩子要吃碳水的 千万不能借助食 因为对你整体的一个 例价是不好的 而且就是 适量的摄入 对 对 糖也 我基本上就比较抗拒了 比如有些发黄啊 然后有黄气啊 这一块 其实 但是人 人是一个吃了糖 会快乐的生物 对 对 就是 日本有大量的 我看很多很夸张的一些 日本的保养品之类的 恨不得告诉你说 只要你吃糖 然后你再吃我这个药 吃多少 都不要紧那种 我就真的是 大家不要走这个极端啊 没有晦涩难懂的财务分析 也不是冰冷的数据报告 华太证券携手JustPod 推出全新播客节目 Taito Voice 在这里 没有金融黑话 用你听得懂的大白话 拆解宏观经济 每周 我们与华太证券的分析师 投行专家 洞察心机 欢迎搜索订阅 Taito Voice 探索真正的 长期价值 其实我是想说 我家的附近 就有一家医美医院啊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生 经常会在那个医院的旁边的 星巴克坐 然后就会围着一圈的女生 完全像膜拜那个偶像一样的 就围绕在这个医生身边 啊 张医生你看 今天我这个给你做的好吗 他们在整容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有一个模板 你就会看到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整成像 Angela Baby啊 范冰冰啊 这种样子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呢 要动这么大刀子的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不要整成一个同样的一个脸 这个真的好吗 不然你接触的那个 医美这个行业里的人 那些女生 他们心目当中有一个 就是美女的模板吗 呃 你刚才讲的是整形 但医美 呃 我觉得是医学美容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很多的医学美容的中心 它是不做这种动刀类的 比如切下和脚啊 即使是垫鼻子这种 它也不会说给你做拿 因为垫鼻子有两种嘛 第一个是可能需要把你的耳朵 后面那个包括一些软骨过来 做一些鼻梁的支撑 但是也现在更多的 大家可能也有是做那个 拿玻尿酸打进去的 就是无创的这种也有的 所以医学美容 真的好懂 嗯 医美和整形还不太一样啊 而且现在大部分人都 至少我接触的 对于整容这一块 第一还是希望能够 保持自己的一个特性和个性 慢慢大家知道 不可能拿一个模板 医生就能给你捏出来 第二大家也会觉得说 如果跟自己之前太不一样 整体的社会舆论是不太友好的 自己压力还蛮大的 所以也拒绝 慢慢就不再做这种 统一化模板式的美容了 而且大家也没有时间 你知道下和脚 这个可能一个月 就要自己在家待着那种 除非你真的是挺闲 不然大家也没有空做这个 所以整体会是往一个 大概照五间美容嘛 会一些小体量的 比如说你去做一下补水啊 或者水光啊 或者说什么 这个马迹吗 这个马迹其实挺疼的啊 而且这个资质 挺乱的现在啊 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 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去采访 那个医美老板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要为买大街的这种网红脸负责 你们这种广告 晒动女孩子的容貌焦虑 可能大家不是说想整成某个明星 但是会有一个很通用的模板 就是比如说 大眼睛 高鼻梁 小脸 对吧 然后包括说你的项骨到一个什么额度 对吧 你的下巴要多尖什么的 对 我原来就是做电视台导演就特别好笑 就是主持人肯定都是得为整的嘛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我们有个主持人 就是我也非常不好意思 就我当年跟他不熟 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说 开始录节目前 他去银行办个业务 跟我说一块去 我是好的 然后他掏出了他的身份 在放在台上不够办 我看了一眼 就想 我的妈呀 这谁啊 我当时开始 对 完全不是一个人 你知道吗 后来我们拍节目的时候 也有一次 就是你拍主持人肯定要全角度拍嘛 然后我们那个场景非常大 有一个角度 就是从斜后放拍 然后拍着拍着 我们沈阳老师就说 我完了 我拍了他的双下巴 我说哪里 我要看看 你看哇 好明显的双下巴 我说要不这个机位就算了吧 就像 其实也打了下巴嘛 就是 那那个拍摄角度 是很一定要避开的 那个双下巴 就是大家在镜头前 真的都非常的辛苦 真的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我觉得 是的 是的 但其实大部分人啊 普通老百姓 咱们没有任何上进需求 上进真的是 对 上进对脸的要求太高了 因为他会把你送大1.5倍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那么需要上进的一些 我觉得你对自己好一点 不用去把自己搞得那么完美 没必要 就拍照我们也还有滤镜呢 不是吗 滤镜我其实一直很想吐槽 就是现在应该只有苹果手机 是远生的潜质 其他的手机潜质都是 逗家滤镜 有美 对 有美颜的 对 大家已经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 就 就你如果平时不戴镜子 你看到的都是另一个自己 你像 是的 我就觉得那个美颜这件事情 就没有美颜活不了啊 这种感觉 然后老师打开苹果手机的那个照相机功能的时候 你就觉得啊 怎么我的脸上面这么多痘痘 这么多准子 就会有那种感觉 但是确实这种美颜的东西 我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助长了大家的这种焦虑感 我觉得那天看到那个书啊 我还跟你们分享了一下的 有个书上讲通过镜头来看自己 像这种Instagram 现在大家都是所有的 你看到那些都是因斯风 都是因斯风 就他这种游戏是以Instagram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的崛起啊 就增长了大家对外表的这种自恋 进而增加了这种容貌的焦虑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觉得跟上镜会有异曲同工吧 你上镜的人你会在意镜头前观众怎么看你 凝视你啊 从主持人或是上镜的人的角度来讲 他会是一种出发点可能是想是对观看者的一种尊重 因斯风现在大家都是上传的 可能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看了 自己心里都会装着一个舞台 对这种技术的一普及 就是原来大家是夸主持人好看 或者主持人他并是一个人群中的少数 包括演员嘛 对他是一种极致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符号 但是你现在人人都可以去自拍一段 每个人都可以拍一段上传到TikTok YouTube上传到Bilibid 这样子的话 你其实每个人都会去用这种要求 要求自己 其实是自己的一种批为嘛 因为你被这个环境影响了 你就会希望你跟所有上镜的人一样 看起来都是这么的自然好看 但比如说一个普通人 他长期去看这种社交网络上面 这种美图美照 他可能会觉得原来别人都这么美 他就会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糟糕了 他就会想办法去找途径 让自己可能也能成为那样的人 然后这样他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 他一轮一轮的人就这样进去了 他造成的一个压力是蛮大的 就很简 后来不也最近冒出好多各种聚会上 照片流出来 他发觉原来这网红在现实生活里 其实这么矮啊或者跟我们也没什么差别嘛 从照片到视频都是修过的 都是滤镜血流粉朵什么之类的 大家可能现在这几年要好一点了吧 反正我是觉得生态上放松很多 刚才讲了说脑子里面有两个场景 让我特别印象深刻 一个场景是我有一次去那个日本玩 在京都玩 然后当时就跟我朋友坐了一个公交车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东北的姑娘吧 那他那个公交车的那个行程大概有40分钟 从他上车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在用美图秀秀在劈他的这个全身 一直到下车了 他还在劈 劈的是同样的一张照片啊 从他的脸上的那个细纹 到他那个腿部的那个坠肉 一分一毫的都不能放过 你觉得他这个路上 太辛苦了 你觉得你完全错过了路上的 这个完全 就是大家希望大家认识的我是那个滤镜里的 我是我po在朋友圈和社交网络上的我 而不是真实的我 就是到最后我们就为了那个 我们塑造的那个形象去奔赴生活 就其实很辛苦 对 你就觉得活在一种所谓的啊 那种虚假的繁荣当中 有一次我去跟一群人去那个洛杉矶 也是有一大群的那个KOL 那他们的公众号都是那种 时尚博主的那个公众号 看他的公众号 我觉得没死了 他经常会跟各种品牌合作嘛 结果看到线下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那个网红博主的时候 我说what 你就是那个他吗 你会觉得 对不上号 他当时 对完全对不上号 他完全是满 对不起敏捷 他是不是满坑满果的痘印 我干嘛 对不起我 我就想说痘印确实还是满坑的 而且他的鼻子 但他满天然的 但是没有去动过刀 所以他那鼻子也是特别的不好看啊 但是你在他自媒体上面 你会发现他好美啊 你当时就挺幻灭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粉丝和他的那个读者 有多少人看过他线下的真实的样貌啊 会不会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挺幻灭的 还是说哎呀没关系 就是你线下是你线下的样子 你线上的那个仙女一样的模样 我就喜欢那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觉得真的他线下是什么样 已经在这个时代 起码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为线上变成了那个主体 而线下才是偶然 然后才会发生的场合 所以这种见光词 或者说所谓的这种幻灭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 就说的很刻薄一点 就很像追星女儿 去追那个偶像一样 大家都知道 那个偶像那个东西是个人设 对吧 我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但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要保持这个谎言的契约的成立 我们都不要去打破他 你不要让我看到你这样邋遢的样子 和这样不美的样子 你只要让我一直看到他 一直为我提供输出这种很美的感觉 让我想说就可以了 我不care你到底真是怎么样 我只需要你为我提供这种价值就够了 最后又变成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是 就我只愿意消费 我愿意看到的那一个部分 对 而且我知道也是假的 但我需要这种东西来 让我在某附件方面有所需求吧 就像刘更红 这也很红 也很火一样 就是他肯定也会 也会马上有批稿子 会说刘更红 有这样的问题 但其实不重要 就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节点 会去追寻这种东西 一定是因为他在那个节点上提供了一个大家都需要的某种正向的价值 或者治愈然后大家就希望 哦这个点上你满足我就行了 如果你不能满足我 或者你过了那个节点 你会想快速地抛弃他 就像我们抛弃一个又一个明星一样 又真相了 虽然就挺残酷的 但真的是挺真相的 所以就是哎呀我觉得就是要放过自己 因为那天我们还分享说有一个文章里面在讲说 现在就是那种全球化的这种东西 就把美的标准来单一化了 美就一定要是可能是瓜子连 高挑的 极瘦的 还把这种刻板印象就被全世界人接受 我觉得这是整个时尚工业的 包括这种化妆美妆工业他们塑造的结果嘛 但是我觉得与其说是标准化 你不觉得它也很像时尚行业吗 就是可能今年特别流行这个脸 然后所有人都像这个样子 然后明年可能是这个脸特别流行 像曾经大家都会觉得神仙姐姐那种脸很美 因为她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点婴儿肥的 刘玉菲那个脸 但是再过几年 大家可能追求的又是那种 另一种美 再过几年可能又会翻出来 就是它有一个反而复复的过程 对我感觉倒是这样 对 所以其实是广告营销的原罪吗 以前确实你说刘亦菲美 但有一段时间 当然媒体也好 可能广告也好 各方面都在讲 就推波助澜 就说那个吕燕 如果你按照传统的那个标准来讲 它那个形象可能不是 不是那种美 传统意义上的 对传统意义上的美 大家就铺垫下去说 不对 它这个是非主流的美 是一个野生的美 会怎么样 但是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大家就迅速地把 所谓的吕燕的美就抛弃了 又找到了一个批新的美的对象 就是他们可以定义的这一个对象 来说 就这样的一个美的这个框架 才是美的 就我觉得好吧 我们不是要怪这个态度 我是觉得 就是追求美 其实是没有错的 就是突然一下上架 感觉在批判这种工业什么的 但我觉得追求美 还是没有错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有个斗硬 你像敏捷这样 用力地去付出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需要特别地去什么批判啊 讨论 就是但是那个界限 你就是很难把握 你到底跨到哪一步 你才是没有被所谓的 时尚潮流消费主义带跑了 你到底跨到哪一步 算是我觉得我OK了 其实那个东西 是一个很难平衡的 我觉得我这几年 就这方面easy的很多 就是第一觉得说 涨个斗 那时候涨吧 那还能怎么的 就不像以前 就曾经非常焦虑 焦虑到 如果脸摸到一个斗 就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啊 先摸自己的脸 长了一个斗 就觉得整个人就 走火入磨了你 你的注意力 完全就被吸引到 就是这个斗都怎么办 这个问题 这几年就easy很多 长就长吧 就是还有很多事 我得去干 就长个斗这件事情 也不是特别重要了啊 这个事自己 把自己已经想通了 当然就只要 不是说它爆发 或复发情况下啊 就这个事运上 自己就是知道自己 去做什么 大概会有怎样的 一个收获 以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 大概几套治疗方式 自己都了然于心 家里啥药都有 对吧 就是出街 进街 再板都有 就是 所以就自己已经 烂熟于心了 第二 你觉得说这事吧 它性价比确实不高 你有时候非常沮丧 就是你 哼哧哼哧 花很多钱 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它的进展 其实挺微弱的啊 但凡你把这一段 就一些的时间 或什么之类的 你放在别的事上 它其实收获更高 所以这方面自己 不要足够是磨 但是并不是说 就二元对立 要么就特别的焦虑 要么就完全不管 对 我也不是很支持说 你就说美 应该是没有标准的 我躺平了 我头发不梭 很邋遢 也是美 我觉得肯定美 是有标准的 但是那个标准 是不是那么单一 或者那么的大众化 是一个要打问号的东西 我觉得我 虽然不会像敏捷 那么疯狂的 做这些事情啊 但是我还是会 比如说不定期的 会去补个水呀 我觉得那种是 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但是我有一刻 就是有一次 我老公跟我讲 他说 你知道我是 看上你什么吗 我说你看上我什么 我好看吗 是因为我看上我美了 他说不是 他说我从来不觉得 你是个 就是美女 但是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说我喜欢聪明人 这个时候 我当然作为女生来讲 你会很气 你就啊 你不是那意思 觉得我好看 你才喜欢我的 你只是因为我聪明 你才喜欢我的 你就会很气 你会希望自己的伴侣 来赞美你的 就是对吧 你的容貌 或者怎么的 结果你是因为聪明 你喜欢我 就很气 但是你会觉得 嗯 后来你慢慢 你就比较释怀了 就我在回想 我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确实也不是我们班 找到最好看的那一个 但是我一定是我们班 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 就是大家跟我在一起 特别开心 对 特别舒服 而且我可能很容易跟你交心 这个在一起那种感觉很舒服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喜欢我 不是以容貌来取得 这样所谓的胜利的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放过自己 我不要再说去纠结自己 你喜欢我是不是因为 我美不美这件事情 我可能就会更在意的是 自己内在的一些东西吧 我是觉得有些场合 我们也会去参加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 非常精致的一些makeup 或一些dress up 这种东西吧 但我我觉得我是 不适应那种场合的 我会觉得 就给我卡上一个壳一样 我就开始有点动弹不了 我是跟那种东西 是没有办法自洽的 而且当别人 我们新老朋友说 大美女的时候 我觉得你肯定说的不是我 或者我知道 根本就不是真诚的我 不是真正的我 我知道这是假的 我就我没有这么好看 你们夸的不是真正的我 这东西都是我 花了很长时间 多磨西磨 反正出来的 我知道这玩意 而且我觉得我驾驭不了 就是在一些场合里面 你觉得就是非常局促 比如像张曼玉啊 或者是包括林心霞 钟楚红 就是他很美 但你会觉得他浑然天成 而且他整个人 非常的灵动和生动 他在很多场合里 那种很随意的那种感觉 他是能够驾驭出这种 但我觉得我还没有 就是在一些场合里 如果你过于的 就是你精心打扮之后 你就整个人就 就这样被套上 套上的眼就觉得 走路都像 登登登那种 就是这种感觉 你就很难放松 很自在地去 搜索啊 或者去表达啊 之类的 瞬间就被套上了一个东西 下了一个魔咒一样 你会感觉你自己是被 架在某种规范里去行动的 你不是一个很自然的 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的 我觉得可能该使大家去 就是社会化的过程里 你都会不自觉地去 让自己符合那个规范 符合那个套子 可能再晚一点 我们会再自在一点吧 但也许很难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动态的过程 就是不可能突然 就跟你自己 所有事情和解 而且你这辈子都和解 你可能只会有一瞬间 有一个很动态的 和解的过程 你的容貌 你的身材 包括你可能 对自己启发方面的自己 都是一个动态的 调整的过程 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 也是一个无法急 但是我想说的是说 咱们有一个趋势 是觉得好像男生 就可以赖赖 女生都很暧昧 其实在古代历史上 男人比女人更暧昧 在中国的历史上 对粉色 细度是男性的专属吗 就比如说 古代没有那么崇尚 说男人就是赖赖赖的 因为那些文人 他们都很暧昧的 就是竹林七贤 飘飘若仙的都是 当然他们有些 稀释奇怪的东西 就不谈 但是另外就是他们的 在审美上 和整体的情趣上 就是唐代啊 包括在往前汉代 他们都是有一个 自己的美学规范讲究的 其实不像我们 这些想的就是说 男性是不是自古以来 都很邋遢 就是都是张飞一样 其实不是的 都很讲究那种 儒雅的美的 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误解 就是长期以来 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20世纪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 这种现代断层之后 我们跟过去 这种经验都断裂了 好像就女性 还有沿着这个 有趣有意的 在把自己收拾的美 我觉得其实 容貌焦虑 可能稍微是优点的一方 就是至少我觉得 对男性来说 有容貌上压力 应该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把自己 收拾的好看一点 其实对各方面 都是有好处的 对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自己 对自己有一个判断 怎么样的一种呈现 或者怎么样的 一种方式 是你自己能够接受 或者是你觉得 自己自在的 我觉得这个 才更重要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还是跟 社会规范有关 就原来有个老师 他是做那个 中国古代化妆的 那个研究的嘛 他刚刚跟我们讲 我们都觉得很可怕 有一些妆容 是让我完全无法理解的 就是不仅是 那个唐代的 那个蛾眉 是已经让我们 很难理解的 就是一个眉毛 就像一个蛾翅膀一样 那一条点 就还有一种妆 是那种 把整个脸画得惨白 叫学什么妆 对 还有一些为了白 会吃水银 或者吃那种 重金属的东西 那不会死了吗 对 它就是维持 就是说 维持一种状态 对 反正就是 跟整个社会环境 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 至少 可能我们像活现代 没有感觉 觉得这个标准 还比较横定 但往前再推几代 我们现在技术 没法复原 我觉得是有人 专门做了这种复原 就是你去看看 宋代啊 明清啊 包括唐代啊 就是 其实每个朝代 都有些 让我们现在看了 可能会觉得 有点惊悚的招容 就现在无法理解 为什么他们觉得 美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 在于 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只有美 它也解决不了 所有问题 持量行凶 这个事 你得多量啊 对吧 你即使是像李嘉欣 这样 对吧 他也没有解决 他现在所有的问题 而且你一般人 也美不着 美不到 李嘉欣那个 非常美的情况 就是你在美 你仍然解决不了 所有 就是你人生中 遇到的问题 沟通问题 你去跟别人 交流的问题 工作中的一些 技术性的问题 只有美 解决不了 所以说 你与其在这个世界上 花费太多 太多的时间精力 你去解决 别的问题的时候 它的性价比更高 而且它对你 生活带来改变 其实可能更质别 你要说男生和女生 爱美这件事情 好玩的是 现在是李嘉欣 这个男生 在教大家 传递一种美的标准 就是 哎 妹妹们 这个颜色的口红 买它 好看 买它 然后所有的女生 须之若无 就 啊 我今天要这个 烂番茄色 哎 我真吓着 难过不少 第二天清醒了 又给全退了 丢老干 这种事 我也是 就是好多那个 之前没有听说过的牌子 都是因为李嘉欣 买了 然后第二天 一默默地又 我又退掉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 就现在很喜欢 小鲜肉 其实有一点像 因为它形象上 它也是有一点像 那种偏小鲜肉 那种形象 当然不是说 它是那种 爱豆角色 就是我们女性 有钱了以后 我们其实是把 我们的这种东西 又反投射到了 另一波男性身上 让他们可以 按照我们的想象 去符合我们想象 因为他们最终目的是 让我们消费嘛 李嘉欣也好 那些爱豆也好 他们最终 其实是希望 我们来消费嘛 所以他会有一个 沿着我们的那个框架 往下走下去 所以有很多男性 很讨厌这部小鲜肉 不是有这种对立感吗 就是觉得 娘娘腔嘛 是个最常见的一种指责 包括这种指责 对李嘉欣也是有的 对 我是提供另外一种视角啊 我其实口红 那么多色号 我最讨厌那种色号 叫什么 所谓的展男色 但是 你不认为展男色 什么色 我也不知道 展男色 我也不知道 我都忘了什么颜色 它就统称为展男色 外人就是 他觉得这种 涂上你的嘴唇 所有男人就会败到 在你的 持有性感吗 我不知道 他 我看了好多这种营销 为什么他会成为 一种网络热词 可能 他在提供一种 心理状态 在于说 你是希望能够 对男性 或对异性 产生作用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说 李嘉欣 或者这一批的 男性的这种美妆博主 他在暗示你 或他告诉你 你看这个颜色 或这个化妆品 或这个色号 这种底妆 我作为男生 我觉得很美 如果你托他 我相信你的对象 或你暗恋对象 他也会觉得美 对 这也是一种 男性红利吧 就是说 男性去做美妆 一定是比女性 更有优势一些 就像木村拓哉 当年开始 做口红广告 是精卫天人的 一个发明 这是男性的 一种优势 没有办法 就是他们进入了一个 没有人进入的领域 而且他又图这个东西 会让女性觉得 你跟我是一个阵营的人 但是他又跟你 其实是两个阵营的人 你会觉得 从另一个阵营 获得的认同 比你从同性那里 同阵营的人 获得的认同 会更让你有成就感 这是没有办法的 说完今天 我都回去搜一下 说展男色是什么 我小时候就记得 江湾玉好像讲过 但我没有听过他亲口讲过 意思就是我多少岁 女人就是最美就是多少岁 我会把它理解为 就是说你30岁的时候 你是30岁的美 40岁是40岁的美 而不是说50岁一定要美成十几岁 我觉得这种自洽和随意 这种感觉还蛮好的 我希望自己也能不断地去 让自己放松 或者让自己能够正确地 面对年龄皱纹啊 或者下垂啊 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吧 我最近我一次看到 跟美的一次讨论 就不提那些特别有学术的是 工业设计的柳关忠老师 因为他是个大喷子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经常喷一些什么红点桨啊 什么喷一些 我们现在中国人的很多设计 什么都是没有美感的 但是他同时也会去 也说了美这个话里 他说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谓的口头上的这个美 他说的其实更多的 还是生理刺激 对就是你很直观地去看这个东西 你觉得它美不美 你就是是个生理性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快就过去了 就是一瞬间的快感 那种愉悦感 而且这种瞬间的愉悦感 可能就是一个直给的反应 但是他说 在真的到了一个上深道 比如说你们去做 我们去做一个设计美不美 我们去做一个建筑美不美 他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要跟文化 跟整个人类的历史 跟这个知识水平 这个做一个深度结合的东西 不是说你今天看这个人生理上很美 然后哇怎么样就过去了 就像你十几岁或二十多岁 那种初出茅庐的那种青涩的美 东亚人最喜欢的这种所谓的白兽幼 它都是只能保持很短时间的 如果说你没有自己的这种知识文化和水平的填充 你没有自己能力的填充的话 你可能就要不停地花精力 去把自己维持在那种白兽幼状态 是很辛苦的 那个完全超过刚才敏捷说的那种 那心理上生理上那种 我就整个人不到变态 没办法去扛过这一波又一波的 刺激的那种 对所以说所谓的那种瞬间的这种刺激啊 这种生理刺激 真的都是转瞬即逝的 如果说想要长久的平衡 可能每个人确实就是 人丑就要多读书 人们也要多读书 我是不是上完了 是的 他身材比没有那么高 可以的可以的 又是一个美好的春风沉醉的夜晚 很喜欢那一篇 爱你没 谢谢 对今天晚上我们敏捷同学 给了很多的养生的建议 有任何问题 大家就多多问问他 也希望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一键三连 最后想说 就最近看到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留言 我都觉得蛮感动的 感谢我们的陪伴 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 互相陪伴 就我们真的是一个边唠嗑 边稍微查课打混 再边稍微突然生存一下的节目 所以 差点价值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认可 因为其实人生真的也挺不轻松的 所以尽量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可以轻松一点 快乐一点 然后也有人会说我们 笑声特别的大 这是我们本来的要貌 对不起 也不是我们本来 就是我们到录节目的时候 就会很开心 很放松 因为是我们的一个 终于有一个天地 用来施展自我的方式 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 这种互动中 跟我们听我们节目 是也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这种快乐 因为毕竟人生中 最快乐的事情 可能不是有多美 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己又觉得非常的有价值 我是觉得 我不太希望自己在这个节目 或者我们仨在节目里 因为想讨更多人的欢心 而变成一个 说话特别谨慎 或者一直在追求 所谓政治正确的状态 不是自己 对 所以在这个精神角落里面 就是给自己不要太大压力 每句话不可能说得完美 但我们至少我们是真诚的 我们也 做这行的也都知道 做内容不可能 所有人都喜欢 但是我们做到温馨无愧 以及我们的所有的表达 是真实真诚 以及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就好了 对得起自己就好 是我们都在真诚地做自己 包括每一次的笑声 真的有时候说太大声 但是我们最后也没有让 剪辑师给我们把那个剪辑掉 就是真的